中共護普京房ICC替藥國蒙古 俄贏面越來越小 90%的機場轉移 委內瑞拉克邦折管科州社區公寓 賀錦麗誓言對非法移民強硬 沙利文房中點名要見一關人物 太平洋國家群起挺臺 中共陰謀挫敗專家 襲攻臺就倒 字幕 李宗盛 各位YouTube和《關鍵世界》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北美快報 我是詩琦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31日星期六 親愛的觀眾朋友 提提你 在影片的結尾 我們會向大家介紹一款 純天然的膳食補充品 生糕代謝補 它可以激發人體自我療癒力 改善三糕 從內而外 提升健康 如果你有興趣 不要錯過 烏軍總司令 希爾斯基將軍8月31日表示 烏軍在過去一天 在庫爾斯克地區 又推進了兩公里 而普京在庫爾斯克的贏面 就越來越小 以此同時 普京下週出訪 國際刑事法庭的 是帝越國蒙古 但是俄羅斯表示 普京即使入境 也不用擔心被捕 因為中共出手了 俄軍在庫爾斯克擊戰 昨天 烏軍黑天鵝部隊 猛轟俄羅斯在庫爾斯克 用來傳放軍火的陣地 而據《圖片報》的報導說 烏軍終於完成了 對庫爾甚其立包圍圈 徹底包圍大約3,000名俄軍士兵 同時 赫爾斯克地區的 尼哥夫市和尼斯克市 已經處於烏克蘭炮兵控制之下 另外 烏軍正試圖突破烏克蘭重要樞紐 波克羅夫斯克的防禦 但截至30天上午 所有進攻都被擊退 俄軍在頓列斯克州的 庫拉霍夫地區 組織了一次大規模進攻 然而卻遭到當地烏軍擊退 17輛參與進攻的裝格車 最終只有4輛成功撤退 其餘13輛被烏軍摧毀 一位美國官員透露 情報評估顯示 自烏克蘭接收了美國提供的陸軍 ATA-CMS導彈以來 俄羅斯已經將90%的軍用飛機 匆忙轉移到ATA-CMS射程外的軍事基地 以此同時 俄羅斯媒體目前正在傳播消息 烏克蘭希望對莫斯科發動絕對攻擊 武裝部隊計劃用自製的導彈 或者封部陰影導彈 襲擊俄羅斯首都莫斯科 還有重要的工業城市 據說目標是 新羅西斯克的艦隊 普京在索契的住所 塞瓦斯托波夫的防空系統 國防和粉末工廠 還有俄羅斯南部到莫斯科 包括莫斯科和聖彼得堡本身 目前俄軍遲遲未將烏軍趕出赴爾斯克 說會面對兩大惡果 首先克里姆林宮內外的緊張情緒嚴重加劇 這是整個戰爭中從未出現過的 這次責任在誰 將導致軍隊最高層進一步清洗 另外在俄羅斯境內凋失領土 對普京政權來說是一次嚴峻的考驗 第二點 新兵動員問題再次浮出水面 隨著戰士的招搶 俄軍缺人一旦再次徵兵 會引起社會動盪 並對俄羅斯經濟造成巨大損害 近期 隨著烏軍對俄羅斯境內的攻勢升級 西方國家是否會放寬 對烏軍使用其所提供武器的限制 成為戰爭的關鍵 俄國杜馬防疫委員會主席 安德烈卡塔波羅夫 今天表示 俄羅斯將對那些取消對歐洲武器打擊限制的國家 做出強烈和不對稱的回應 他們將立即感受到 8月30日 在歐盟國防部長召開非正式會議後 歐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博瑞宇表示 歐盟部長同意在今年年底 培訓大約7萬5千名烏克蘭士兵 但不會在烏克蘭境內培訓 這是一個好消息 他指出 訓練時間必須縮短 並適應烏克蘭的需求 博瑞宇建議 可以在基庫建立一個小型協調中心 發生者報道說 為烏克蘭士兵提供培訓本身 就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一位歐盟外交官說 包括愛沙尼亞、法國和瑞典在內的一些國家 支持在烏克蘭訓練士兵 但匈牙利等其他國家 則不願意在烏克蘭派駐任何歐洲軍事人員 哪怕是教官 近日博瑞爾就呼籲歐盟成員國 放開對烏克蘭武器打擊限制 博瑞爾說 如果說允許在俄羅斯境內 瞄準目標就意味著 要與莫斯科開戰 這是荒謬的 我們支持烏克蘭 幾乎一再呼籲盟國取消相關限制 但柏林和華盛頓擔心與莫斯科發生衝突 因此反對這一舉動 據彭博社報導 普京計劃在下週9月3日 訪問國際刑事法院成員國蒙古 國際刑事法庭在2023年3月 針對普京發出逮捕令 而蒙古是國際刑事法庭的逮約國 因此根據國際刑事法庭 羅馬規約的規定 如果普京出現在蒙古的領土上 蒙古就有義務逮捕他 但兩名知情人士表示 普京在訪問蒙古之前得到了保證 他不會根據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 被逮捕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 今天表示 不用擔心 我們與蒙古溝通良好 這次訪問的各個層面 都經過細心準備 普京正在中國安全保障下前往蒙古 以前克里姆林宮政治顧問 貝爾科夫斯基說 蒙古不會反對中國 儘管他不想與美國發生爭執 而普京從來沒有試過這樣的訪問風險 9月3日的訪問 也是普京自簽法逮捕令以來 首次訪問國際刑事法院成員國 近日海外社交平台上一個影片風傳 在佛羅拉多州 委內瑞拉非法移民手持槍械 進入一家公寓大樓 敲開一戶門 並衝進去 在影片中可以看到 有700個非法移民 網友從身體內問 賀錦麗和特朗普 誰更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 30日 Fox新聞採訪了 科羅拉多州奧羅拉市長 市長科萬夫表示 聯邦政府對南部邊境的失敗政策 可能資助了委內瑞拉幫派 來科羅拉多州 市長說 武裝幫派已經接管了三棟公寓樓 這些委內瑞拉幫派 進駐了公寓物業管理處後 現在正在收租 我們是南部邊境政策失敗的受害者 我們將派出警力調查處理 很多網友留言 有人呼籲 要派國民警衛隊過來 有人就關心 這些非法移民是如何得到槍枝的 不少網友在問 賀錦麗和特朗普 誰更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 特朗普在競選會上 已經多次表明他對非法移民的觀點 就是在上任的第一天 他要遣返數百萬非法移民 如果哪個國家不接收 他就會用經濟手段 撕押這些國家 在29日 CNN播出了對賀錦麗和 抑爾茲的專訪 賀錦麗表態說 他將對非法移民採取強硬態度 他將重新推動全面的邊境立法 以收緊對進入美國移民的管控 並誓言將對非法越境者嚴格執法 他說 我們有法律必須遵守和執行 這些法律針對並處理非法越境者 非法者應該承擔後果 而他亦表示 如果勝選 他將任命一名共和黨人進入內閣 他說 在做出一些最重要的決定時 比持有不同觀點 不同經歷的人參與進來很重要 如果內閣有一個共和黨人 這個將有利於美國公眾 顯然這些言論表明他 正極力爭取中間派選民的支持 此前特朗普在密歇根州的一次集會上 發表講話時 曾提出質疑 賀錦麗現在說要嚴辦非法入境者 但三年半來他去了哪裡 親愛的觀眾朋友 在處理非法移民黑幫的問題上 你覺得這兩位候選人 誰更有能力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8月29日 中國黨魁習近平 與美國白宮安全顧問沙利文會面 呼籲中美兩國保持穩定關係 白宮表示 習近平和拜登 計劃在未來幾週內通話 兩位領導人 可能會在今年年底舉行會晤 在這次沙利文在北京會見了 多位中共高層領導人 但值得關注的是 沙利文的日程上 還包括同一名中共高級軍官會晤 這種安排較為罕見 此次沙利文訪華為期生日 比以往每次戰略溝通多了一天 時事評論人黃克分析 這次沙利文訪華的關鍵 就是多出的這一天 在這一天中 習近平會見了沙利文 從外交角度說 這個不稀奇 但另一屆感到驚訝的是 沙利文回見了中共軍委副主席 張又俠 這是8年來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首次回見中共軍委副主席 黃克認為 在處理對華政策上 國家安全顧問作為美國總統代表 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在2016年 時任美國總統安全顧問賴斯 在北京會見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范長龍之後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訪華這條渠道就中斷了 直到此次沙利文訪華 習近平上台後 嚴格控制中美軍方的接觸 在2018年 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訪華 以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 許其量舉行會談 是近年來的唯一一次中美軍方高層會晤 中共國防部長 並無實質性軍權 近年來都是中央軍委委員出任 所以之前美方要求 美國國防部長的對等會談 對象應是中共軍委副主席 但遭中共拒絕 這次沙利文點名 要見中共軍委副主席張又俠 就非比尋常了 黃黑分析沙利文 為何特別要見張又俠呢 他認為 表面上是強調 定期兩軍溝通的重要性 兩國都有責任防止競爭演變為衝突或對抗 實質是要直接探知中共政局的內情和動向 黃黑說 從7月以來 中共政情朴朔未來 山中全會和全民中的北戴河會議 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和傳聞 比如 改革家習近平的突然下架 習近平在公眾視線消失了一段時間 對他的影片報導明顯減少等等 種種跡象看來 北京最高層可能真的有些事 而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情報能力嚴重不足 中國內部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拜登政府需要通過高層接觸 來了解情況 進行應對 而張又俠正視全民中政變的核新人物 所以沙利文特意要見張又俠 黃黑說 沙利文可以見到張又俠 至少說明 第一 張又俠的地位穩固 是關鍵人物 美方就事件已有一定的認知 第二 中共對美中軍事交流的政策有調整 比如中美軍方 將舉行戰區級別對談 總之 沙利文通過這次訪華 對中共高層動向有了直接觀察 這對所剩時間不多的拜登政府 和新一屆的美國對華政策有重要參考價值 第53屆太平洋賭國論壇 30日在東交王國首都落幕 而中共指使索羅文群島打壓台灣參與 遭到太平洋賭國的群起反對 在公布明確宣布 台灣將持續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與 以維護與台灣預30年的接觸 第53屆太平洋賭國論壇開幕前夕 澳洲媒體就揭露 中共想借索國之手推動取消台灣 在這個太平洋地區 最重要的國際組織的觀察員地位 但是由於澳洲、紐西蘭及台灣的友邦搏流 馬小群群島和其他太平洋島國等18個成員國 並未被中索兩國得逞 反而重申 台灣可繼續在公布確立的參與地位 報導說 索國外長夏內爾首先站出來說 太平洋島國論壇是被主權國家參與的 而不是受其他司法管轄區管轄的國家 而中共據稱 也派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代表團 還聰明地在會場竖起中國贊助的牌匾 意思是說 這個會場是由我中共捐贈2500萬美元建造的 對此美國國務院表示 將繼續支持台灣 參與國際組織 紐西蘭總理盧森也表示 支持台灣在太平洋島國論壇地位不變 並強調論壇的決定 需採共識決定 太平洋島國論壇 除了成員國外 亦有副成員國 觀察員 以及包括美日加 和歐盟等的對話夥伴國 據《上報》和《中國時報》等報導 台灣國防部在8月30日公布了 1813年中共軍力報告書中指出 中共解放軍目前受限台海天然地理環境 登陸工具、後勤能力不足等因素 尚未完全具備全面攻台的能力 不過其軍機、軍艦、如熱海峽中線 並劃切禁航區 執行針對性聯合軍演 以及試射彈道導彈飛越台灣空域等舉動 確實被視為高強度威脅 而新加坡外交部前2號人物 考斯金28日表示 中共目前還沒有武力攻台的能力 如果習近平真的對台動武 一旦失敗將無法繼續掌權 他說在經濟方面 隨著北京對香港的嚴管 新加坡輕易接收了 靜悄悄撤離香港的企業和金融機構 如今新加坡的人均所得已超過8萬美元 跡身世界前列 雖然中共不想放棄攻台 但它確實需要落萬底登陸 這樣規模的兩棲作戰才能贏 而這就像一場巨大的賭博 任何中共領導人都輸不起 他說普京的烏克拉行動可以失敗 普京仍可以留在克里姆林宮 但沒有一位中共領導人 可以搞對台軍事行動失敗後 繼續掌權 大家好 很多服用了三高代謝寶的客戶 向健康520的網站反貴 表示感謝 我也很高興把這麼好的產品帶給大家 糖尿病的國際知名專家 德佛朗佐教授指出 糖尿病是由8大因素導致 它的成因不僅是血糖問題 還涉及到多個身體器官的功能失調 比如大腦、肝臟、腎臟和胰臟 這些內臟器官相互影響、共同作用 導致糖尿病的發生和發展 我們為大家推薦的三高代謝寶 它的獨特配方是專門為 調節這些關鍵器官的功能而設計的 使用的是全天然成分 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 來聽聽美國佛羅里達州Kerry女士 在服用了三高代謝寶後 跟健康520說 如果你或者你家裡的家人 正在尋找一種天然方法來管理血糖 並提升整體健康 請瀏覽健康520網站 了解更多詳情 好了 今天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 請訂閱誰請訂閱 請留言、訂閱、分享 及訂閱、訂閱、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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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